入夏时节,云南普者黑国家湿地公园 上万亩野生荷花次第绽放 在白山墨河田中,当地摄影师日前拍摄到一朵罕见的野生红色双心帘 在该国家湿地公园属首次发现 据了解,本次发现的红色双心帘是在一朵花里有两个花心 花瓣为虫瓣 在古代,这种现象也称并地心 有同心同德,永结同心的美好寓意 普者黑国家湿地公园内有54个湖泊相连贯通 宽阔的水面生长着万亩野生荷花 拥有近200个荷花品种 其中,普者黑红莲、普者黑白莲、普者黑大洒井、普者黑小洒井、普者黑并地莲 是已发现的普者黑特有的古老野生荷花品种